喔 現在 再來這 來 這張牌 這張牌現在這是住在那邊東 邊東的這個 那邊鄉的這個丹龍友 丹龍友在那邊問說 他們家這個煉霧 黑珍珠怎麼每個都這樣黑打散 那第二點問說 他們家賣出來的煉霧怎麼都吃下去 老闆 現在我們請到這個 行政委員主任委員 這個主任委員 廖主委 來幫我們答答這個問題 廖主委你好 好 您好 各位農友好 這個丹龍友在那邊問說 這個店鋪黑珠珊 我看是有兩種原因 第一 這為你們家這個風水來看 可能是你們家靠近那個河山場 比較近 這店鋪每天叫這個 那個放射線去找 就圖片 對不對 據統計 這個 果樹每天接收的這個 輻射的這個劑量 超過三千個安培 這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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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世就這樣 大尾 大尾 所以 這個第二 可能就是說 你們家這個電影 這更多 年輕人就不要生 直到拍攝冠 你把草莓 操操得不成功 要叫 叫他起床 叫他在泰山那裡 叫阿婆的身體 這個問題 很方法 第一 就是讓這個電影 電影 電影長 穿衣 穿衣 讓他隔絕輻射 第二 第二 電影長 有些人 用這個 豪爺書 百分之七十 等這個 百分之三十 再搶下去 這電影 電影子 就大了 阿公說 你說這個 你們家的電影 吃了會老闆 我實在說 全世界 換你們家而已 我也沒辦法 所以我 這苦粉 我們這個消費者 如果要吃他們家的電影 之前 就先 把這個張國洲 你再吃下去 再吃下去 再吃下去 如果沒有老公 有什麼政策 就拚了 就趕快去找醫生館 不要拚了 拚了 拚了 那個 很快 那籠子 就這樣而已 好 謝謝各位 好 謝謝廖主委